流量当早,我是妍妍 最高超,我是秋子 是今天的社区那些事,我们谈一下达吉里 嗯,就是Buckry,也是在麻布如福麻布的一个区域 嗯,对 呃,在这个区域呢,我们呃,其实再首先看一下啊 这个区域的有一些,呃,历史啊 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区域啊,我不知道这个 我,我,我,我去过,但是没有去过这个区域啊 我去过柔福州的其他几个区域 但是没去,具体去过这个区域 呃,记得没错的话 其实这个区域还有一些标志性的建筑 包括一个大中啊,之类的什么 嗯,对,呃,然后其实它有一个新村 是在麻布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型新村 也称之为八口 而八口新村呢,是位于呃,麻布东南方距离城市 麻布城市的十亿公里 而这一个呢,是,为什么叫八口呢 其实是说,据说在五十年前的时候 是,这个地方呢,四处都是一片大巴 而时,扩荒者呢,就是把大巴开辟成家园 从事农工,农耕还有,呃,畜畜业 而他们所开辟的耕地呢 就称之为菜园巴,散步到呃,郊外的各地 当时呢,八口呢,是只有一条大街的 还有几十间店铺,呃,专门收购土产 还有收卖日常用品形成一个吐,吐纳口 他们叫吐纳口,因此被称为八口 嗯,而且一直以用到现在 是的,那么我们在就是 当时的就是这个八口呢 呃,确实也一直 我们现在如果是游人过去的话 也是可以去领略一下 它过去历史沉淀下来的痕迹 那么其实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地区呢,它的人口组成啊 这个据在2011年的这么一个数据统计来说 那么华人呢,和这个马来人呢 是这个八口新村的主要的这个租权 呃,各占了68%到29.9% 呃,那么印度人呢,则占了1.0% 呃,其余的1.1呢,则是其他种族的民众 呃,多数的华人的籍贯呢 是以福建,呃,还有潮州 还有客家人是居多的 呃,其实至今为止哈 这个八口新村呢,已经经历了60年的这个 不仅仅是60年哈 如果是到2011年的话是60年 如果是今年是2016年 就是65年到64年的这么一个历程了 那么居民们呢,呃,也是过的 也是挺挺满足的 或挺丰益足食的 呃,呃,其实呢 在这个区域,在这个八口新村里边呢 居民们也享有充足的水工和电源等方面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 呃,但还有一些就是 呃,美中不足的地方 这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呢 那等一下我们会也邀请我们的联线嘉宾跟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你包括这个当地的因排水系统不完善而造成的 就每逢一下雨啊 就撑灾的问题 嗯,呃,像是在 呃,其实这个八口嘛 就是一个新村 而这个新村的新村的历史呢 是他们在建村之前呢 是仅仅只有30多斤雅达屋的 而且大部分是位于森林地带 那时候是还有老虎还有野象等等出没的一个地方 也是马来西亚共产党活动的基地之一 所以呢,就是在1951年2月初的时候 然后呢,英国殖民地政府呢 就下令了要兴建大吉里新村 而这座新村面积呢 大约是300银苗 总共有535间木板雅达屋 88间的新版电屋 当时的村民是差不多有5000多人左右吧 而且大部分呢 都是菜农还有交工 还有养猪群等等 来维持生计的这些居民 而八口呢 它其实是盛产橡胶还有稀米的 像是在6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 就有人发现了 他们蕴藏了丰富的稀苗 一时间呢,就引起很多的框架 框架呢,纷纷架起金山沟 从事挖掘黑井 这个活动 是,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来源 也是村民的一个经济来源了 那么如果是回溯到这个 回溯到这样的一个新村 因为我们之前也谈论过很多的这样子的新村 但是究竟每一个新村的各自的特色似乎还是不一样的 你包括我们这个 我们就谈一下这个八口新村的一些特色吧 你包括在2011年的时候呢 这个八口新村呢 就是在度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呢 这个八口新村的治安发展委员会 以及八口的这个马华之会 也为八口新村 这个奉上了一个极有纪念性的一个礼物 那么这个纪念性的礼物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就是耗时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呢 向县议会申请 将八口新村的一些道路呢 以曾经为八口新村奉献过的先贤的名字来命名 这也确实是一个礼物 但是这个礼物不大也不小 但是也不大哈 但是其中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在将村里的两条道路呢 改名为这个黄河列街 另外的一个是谢利水街 什么叫做黄河列街和谢利水街呢 这是其实它是有历史来源的 你包括这个黄河列街 还有就是它它因为前后的这个变化 因为黄河列是1951年至1953年的时候 担任了第一任的村文会的主席 那么在任期间呢 就是任也是在就是非常艰苦的发展 当地的一些当地设施 是是村民们就对它纪念是很深的 这是黄河列 那另外的一个人呢是谢利水 而谢利水呢 他是在1979年到1987年呢 担任了第二任的村委会的主席 那么在这整整的一算起来是整整的十年之间哈 他他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你就包括他为改善了村中的公共设备 然后博款呢修建了修建这个桥和建路 你包括改善了村民的这个生活 所以呢就把另外的一条街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了 呃所以所以看到哈 这个就是村民对于村长的这种 呃对于村子的也村 本身新村的一种贡献还是蛮崇敬 或者是蛮蛮具有这种尊敬的精神的 那么等一下其实我们也要就是呃 访问到我们的一位联系嘉宾 其实他现在的职位呢也是这个 柔佛州的这个呃呃呃 这个达基里新村的村长 相信他也是有一些就是过往的一些记忆 和现在的一些这个新的 对于新村的执政理想的一个表达吧 嗯对啊 而且其实我发现这个新村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八口呢他有这个度假村的一个支撑 因为呢早前在两万多人的人口之中呢 就信度的呢就已经占了四十八千之多 是非常多了 但是呢后来就是随着人口外来的移民就渐渐增加了 所以信度信度的人呢现在目前是占了二十八千之多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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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种虾饼啊之类的东西吧 应该是 而这一个东西呢 其实只有在麻婆 你才吃得到 麻婆才能吃得到 对 基本上你其他地方 你吃不到 所以如果喜欢吃芋头的话 可能你可以考虑 看看去那个地方 尝试一下那个美食 是 我确实这个美食 它叫做芋头飘香 这个芋头飘香呢 其实有一家店很有名 我们现在 给这家店做广告了 那么就是在这个 八口新村的这个 美方珍餐室 这里边的芋头飘香 还是蛮有口味的 那么这个店的老板 他也说要 要蒸上这个上层的佳肴啊 他坚持是采用上等的 这个泰国的芋头 然后每天傍晚呢 七十到五夜呢 总是有来自 就是麻婆各个区域的 这个时刻 不惜路途的遥远 专程到这个八口新村 品尝他的这个 一手好菜 如果大家 有时间的话 可以在假期 带着家人去尝尝 他的美食了 嗯 还有一个 还有一点 其实就是 你有吃过 瓦包的面粉糕吗 no 面 瓦包 瓦包是什么样子 瓦包就是像是 clay pot 就是 怎么说 那个 你知道新一花南 花南肉吗 新一花南肉 不知道 ok就是 它是那个 用瓦做的 那个 包 就是 那个包是 锅 那个瓦做的锅 然后去烹调的 但是我们平常吃的 那些面粉果 面粉果是 面粉果是面粉吗 这样子都是一片一片的 而且基本上 我们所看到的是 煮汤的 但是在麻坡这里呢 就是有用 这个瓦 做成的锅 然后拿去烧 然后去烧 那个面粉 所以应该是 只有当地特色 当地的特色吧 因为其实在 外头你是找不到的 嗯 是 这也是挺有 各式特色的 一些小点心 这些小点心 你包括 它其实这些 小点心不仅仅可以 蒸来吃 它还可以下菜的 你包括这个 呃 湿面粉糕 对 它是在 泡在汤里的 对 它其实不是小点心 它是主食 因为以前的人太穷了 穷的没有钱吃米饭 所以只能吃面粉嘛 因为面粉是最便宜 算是当地 当时有最便宜的食物了 所以他们就是会 呃 拿一些粉啊 然后拿水啊 然后还有鸡蛋 去搓 有些连鸡蛋都没有 连鸡蛋都要省下 那个钱 所以你就是把它的 那个面粉 面粉呢 你就这样一撇一撇的 去撕 去撕在面粉 然后煮汤 然后放几根青菜 然后就是一餐了 哦 是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历史的流传 就流传下来了 对 呃 那么其实除了吃一碗 我们再看看它 有什么好的 可玩去的地方哈 嗯 可玩去的地方 就是坐落在这个 八口新村八英里的 这个仙宫山 这个仙宫山呢 是由这个杜源先生呢 资助所修建的 呃 它的这个面积 还是很广阔的 风景 你盯的 这个 登上山顶之后 风景也是很优美的 环境也是很优雅的 呃 特别是适合这个伴侣们 然后伴侣们到那去拍 一些就是比较甜美的 一些照片 呃 所以呢 至今为止 它也会成为这个 麻婆县的旅游圣地之一呢 嗯 呃 好 现在我们的线上 联系到了我们的 联系嘉宾啊 是李宝平先生 他也是柔福州的 达基里新村的村长 早晨 好 李先生 早晨好 你好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是 今天我们刚才谈了很多的 包括这个 呃 八口新村的很多的美食啊 或者是说一些游玩的地方 也谈论了他们这个 就是这个区域 或者新村的人口组成 但是我们谈论的都是 2011年 呃 给我们的一些数据啊 人口组成是 呃 大约有一个 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到目前为止 这个人口组成的一个比例是多少呢 目前的那个人口比例还是有超过两万人啊 啊 是 那新村是在柔州我们讲说是最大的一个 华人新村哦 嗯 但是就是整个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新村吗 那不是了 那整江那一边是最大 哦 所以它也是最大之一了 对对对 嗯嗯嗯 那么在这个新村 因为之前我们也谈到很多新村有 很多新村的一些特点是共同的 但这个八口新村有一些特点是 有哪些特点是跟其他新村是不同的呢 其实在新村这一边啊 也一直在变化了 嗯 那我们呃 在八口新村也是演变成是一个 镇的一个 一个 一个 气势 嗯 那目前在 呃 高级住宅区 也一直在呃 呃 起立着 哦 所以我想呃 我们这一边呢 往后呢 将会有呃 一个 类似呃 呃 加时城的一个呃 呃 城镇会出现 那如果呃 往后在加时城城的那个目标 一呃 呃 飞业上来的话呢 那我们整个新村呢 我想它的那个整个面馆就完全不一样 哦 你刚才所说的什么 城镇 加时城镇是吗 是加时城啊 加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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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呃 卖加时的 哦 加时城 哦 为什么会成为加时的城镇呢 麻坡加时业是呃 出口量最大的嘛 哦 嗯 那麻坡在加时业呃 最密集的地区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新村 这个地区 哦 明白明白 那么麻坡这方面的这个加时业 就是出口还是呃 呃 呃 大家就是耳 耳 呃 都是知道的这么一件事情 呃 那么我 为什么就是麻坡这方面 它的加时业是比较旺盛的 还是它的木材比较多 还是他从事这个工业的这个人比较多 因为我们也知道马来西亚其他的地方 似乎也有加斯 但为什么马博这个地方尤其的多呢 类似说马博自己有一个加斯工会 那这个加斯工会每一年都在基隆坡 会有个别自己的一个工会的一个展览 所以在这一个 针对这一个加斯业上 那他都会比较成果 那比较于其他地区的话 那他们当然也是像基隆坡的一个加斯工会 他们所取立的那一个方面 是取自于一个全马性各方面的 而我们马博呢是属于比较集中地点 所以那如果说以之前从我们的农业 到木工业的那个演变呢 那加斯业是属于在马博是最蓬勃的 在马博我们在这个形成也是属于最蓬勃 所以年轻的一代目前在一些大型的驾驶厂 这些公司呢 那也做代工啊 这一些所谓的那个 一些配备的那些加工业都很多 所以变成他在整个带动家族业方面呢 整个住宅区方面呢 整个地区性的那些年轻人呢 那个就业机会都相当的高 那么我们之前也做过就是 柔佛州这部分的地区 他们一般的年轻人 他们都会到新加坡去打工 那么如果是在这个 八口新村这方面 八坡这方面 反而年轻人不会到新加坡去打工 保留力很高 啊明白 就是他的加斯业 撑起了年轻人工作的一个机会 对吗 对对对 那么加斯业他主要是支撑的需要砍木材 对吧 然后木材运过来需要去加工 对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 八口新村他的这个加斯的工厂比较多 那么木材的这个产量也比较多吗 对 先前我们这一边都是交工业嘛 嗯嗯 那在交工业所带动的那个 这个就是塑胶木所带动的加斯业 那都是相当的强 就从那时候的那个塑胶木所带动起来 嗯嗯 那么现在 现在就到目前为止 其实现在在八口新村或麻坡 它主要的支撑性的经济来源 还是源于加斯业吗 加斯业比较高 嗯嗯 现在就是在在八口新村 是不是每家每户大约有多少巴仙的人都在从事加斯业的工作呢 那如果按这个比例那我就比较难以算那你问我可能私家里面有有没有跟加斯有影响那私家里面可能有一家就有跟加斯跟木工业有影响 哦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嗯 那这一边的情况我们新村呢那影响业也相当蓬勃 嗯那比较其他的那个新村的话那我们在这一边的影响业到晚上时间呢都还可以超过五家那甚至一些餐馆式的那个生意呢晚上时间呢都在都在开档 哦哦所以这方面也是很特别的一个点我们看到其他的新村一到夜间的时候大家都关门然后就回家要就看电视要就睡觉要就做自己的事情了很冷清的一种场景 但是在这个巴里新村似乎还有另外的一份场景一到夜晚的时候还是很繁华或热闹的 是是是是所以在这个新村呢没有说找不到工作的那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吃 嗯嗯嗯那这一个新村呢说在影响业这一方面那各个餐馆呢各个小餐馆那他有他的特点 那就好像我们讲有一个芋头圈啊嗯是那再来就是一些类似沙坡 搭拔面啊嗯嗯啊来再来就是有一些是红烧鱼啊嗯嗯那各别都有呃各别餐餐館的这一个特色 嗯菜色的那个特点 所以只要你来到巴口新村的某一家他一定有一个呃菜色是属于最著名的哦是这样子就是所有的每一家的这个餐馆都会有一个很特色的餐供应品尝的 啊对对而且外 Bear physicists都相当踊跃地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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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之间的都会来啊尔呃呃呃呃呃是距离也是 较吗就是外区的人 如果是以从 onboarding자를布地我们麻坡的那个 这个城市 那来到这一边十个公里 十公里 十公里而已 还是不远的 还是蛮近的 按时间的话是15到20分钟 是 对 这个饮食业还是 就是比较蓬勃发展的 那么它在旅游方面 有没有就像就大家推荐的一些地方呢 在旅游方面呢 我们这一边 其实我们在先前 在新村是有一个叫先登山的 只是后期曾经的比较多了 那后期如果是在旅游业这一方面 我们是古老的庙宇也是蛮多了 古老的庙宇 类似我们有超过 有超过家以上 那都是属于这个庙宇的那个老庙 所以说我们是比较出名的 是 对 我知道了几个你包括这个飞来洞是吗 飞来洞 还有 就是四五年左右的时间了 对 那么就是除了您刚才给我们大家介绍的一个 它的这个经济支柱产业 还有它的这个饮食产业 还有没有比较特别的一些产业 可以与我们分享的 目前新村在我担任村长以来啦 那我看到的一些情况呢 就是在提议方面 那我们新村这一边就比较介绍 比较介绍 那这两三年之前我就开发了一个公园 那这个公园是以前我们的前一两任村长 奠定下来的一个基础啦 那我只是再去 怎样讲呢 就是把它发扬一下 就是这一个公园呢 我把它美化 然后在美化之后呢 我们的这一个新村的那些年轻人 中年人 老年人 下一次 那都会来这一个公园 那做做运动啊这样子 那从我这一边呢 我就带动了一群 这个中年人呢 30多岁 20多岁 甚至50多岁的 那我们有参与一些外企所主办的一些马拉松 所以在这一个运动方面呢 这新村呢 这两年都提升得很好 是 运动方面 其实你看我们的领域奥运会 我们的大马选手还表现得不错哈 应该培养更多的关于体育方面的人才 是 所以那个人才还持其次啦 那最重要就是要把那一个风气啊 健康的风气带动上来 那我看到的就是说 从一个小小的动作 运动方面 当然我们不是要争取所谓的一些 很好的强项 但是如果完全没有的话 那个强项是完全没有机会 嗯 是这样的想法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在这一个运动方面呢 它能够带动 整个一个人的生活的一些规律啊 不要小看那个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 那一个小时 就为了那一个小时 它做很长就做少一点睡 嗯嗯 是的 然后在次方面呢 因为它运动也辛苦嘛 所以它次方面它也会很节促 对对 所以运动给大家提供一个运动的场所还是蛮重要的 相当重要 所以这个公园区是相当重要 那而且在这个新春的所谓的这个基本建设这一方面 那都很健康 那只是有少部分呢 那都是需要提升的 嗯嗯 那在这个新春真的是所谓 呃 人言地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铁 嗯 那你刚刚所谓的提升是需要提升什么设备呢 哪些设备需要被提升你觉得 嗯 在一些因为类似很多新春我们讲在一些闪电雨啊这些状况一发生的话 那小地区都会一些小水灾啊 嗯 那一些状况在每一个行程都会发生 一些低洼区都会发生 嗯 所以我只在乎说在这个所谓的闪电雨下来的时候呢 那避免这个地区会有呃呃呃小水灾的那个情况出现 当然那一个不至于说呃呃进进到家里啦 那我们说在这个所谓公共设施方面 在路啊这一方面的那个口气这一方面的一些提升 嗯 那么在这方面的提升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闪电雨 还是相当比较重要的一个民生问题的 那么它延续了多长时间了呢 其实我们有 我看从我担任这个地方的委员以后 那这个我看得到 就是这十年之间我们一直在提升着 那我们甚至已经申请超过百万的那些 房屋部的一些资金来提升这些勾期 主要的大勾期这一方面 那现在就是陆续的在改善吗 对我们疏通的那个 怎样讲呢 就是把那个问题解决到有70%以上了 这方面的拨款就是房屋局这方面的拨款 房屋部跟这个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那地方政府是 那这方面的这个资金是谁能够来 就是来求的或者申请到得到的呢 这个是我们是通过从乡委会 然后我们通过马华 法基里局会 然后向这个房屋部的这个部长 那甚至为假想那一个方面的协助 那才能够完成的 所以这一步一步呢 那当然也相当的需要时间 嗯 明白 那么最大的一次拨款是在什么时候 就近期咯 最近期 近期好不容易 我们申请了超过三年的那个 那个拨款呢 就800千 嗯 800千 对 800千 80万 嗯 那这80万就是我们把口的一个内部 内部的一个主要的大勾区 那100%的完成 嗯嗯 所以现在钱已经到位了 就开始施工了是吗 已经已经接近完成了 哦 这个勾区已经接近完成了 对 嗯 那这个沽区如果完成之后 它会减少哪些 这样子 会改善哪些部分的状况呢 因为那一区都是属于低洼区 嗯 所以在呃 变水率最高的就在那个区嘛 那因为我们新村呃 那从开发以来都没有一个类似呃 细水池 嗯 所以在这个低洼区 那原则上应该是要有一个细水池 那呃 在呃 大概五年前 大概五年前 那我们在这个呃 低洼区的尾部 那我们在这个BDRM 就是我们的警察部队那一边啊 挪出了一个空地 然后把它挖成一个细水池 所以那一个细水池 就让我们的水量 全部已经集中在那一边 新村所有的水量 从三到 整个三四的水 到这个低洼区的水呢 都全部集中在那一个 呃 警察部队的那一边的 呃 细水池 嗯 嗯 对 所以那个细水池 让我们的那个整个新村的 这个低洼区呢 水量呢 就减少很多 嗯嗯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 八十万座的这个沟渠 它也是把这个水 通过这个沟渠 到达那个细水池里边 对吗 对 啊 呃 那么这个细水池 是什么时候做的 还是 在五年前 哦 五年前的时候 也是就是你们向上面呃 申请的款项 然后下来之后开始做的 那一个是属于中央政府的 对 那时候我们是已经呃 那在市议会那一边已经有收到的这一个所谓的我们的那个报告 嗯 那这个报告里面呢 就是真的这个水 如果没有一个细水池呢 真的不能够容纳 呃 那时候我们是呃 那时候我们在周五大臣 当时的周五大臣 嗯 呃 呃 下来的时候呢 那所要求的 嗯嗯 啊 所要求的 哦 所以 那一个是在周五大臣的协助之下 啊 完成的 完成的一个细水设备 嗯嗯 是 这个这个这个方面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呃 就是呃 八口新村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就是一些政策啊 然后一些改善的一些行动啊 都是蛮有效率的 呃 就前到位也是蛮快的 是 嗯 所以其实我们在呃 这方面从相委会到这一个呃 呃 马华 我们说地方性的马华 嗯 的职位 我们的七位主席 我们拉斗谢家团这一方面哦 嗯 那的呃 大力的那个推动之下 嗯 那我们在这一方面 其实我们都 可以讲说是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啦 那 所以呃 当然我们讲 在不明白的情况之下 感觉上 有一点缓慢 那其实我们都花费了很长的 其实我们也很想说 是不是可以在这一分钟呢 解决所有的问题 嗯 啊 那但是不是我们想做的 跟想的 跟做的 是不一 不可能相同的 对不对 嗯嗯 嗯 那么现在 到目前维持这个 积水的状况 是不是还依然存在 嗯 还是有一部分 因为在呃 这一些发展方面 有一些住宅区 嗯 嗯 呃 属于说他们在可能在经济能力上 还不允许的情况之下 因为他们还是属于低 在还是保存在属于低瓦体 嗯 所以他们的那个水量的那个疏通 方面呃 呃不健全的话 嗯 还是一样会有这个积水的情况 嗯嗯 呃 呃大约会有多少人 就会受到这样子 积水的这种 这种情况 会超过十家咯 十家 低过十家 哦 低过十家 对 嗯 所以现在其他的居民的情况 都已经解决了 就是这仅仅这 呃低于十家的 这么一个数目 还没有得到解决 嗯 还是会有一些小点问题 那这一个 这个状况呢 我想这一次的这个八十万破款呢 嗯 我想 嗯 应该能够让他们会安心的睡觉 不会半夜起来拿水吧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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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 就他有一些 有时候半夜真的睡着睡着觉 水又进到家门里来了 却是一种恐怖的事情啊 对对对 嗯 你来 看一下外面的那个 呃 风景一下 哪里直到踩下来就是水 嗯 是 希望能够得到快速的一些改善 嗯 那这些我相信都不是问题了 嗯 像可是我刚刚有听到好像你说 主要在大力的发展 还有做这些设备的 好像都是马华的人 但是其实我据我所知 你们那一区的议员应该是行动党的余德华吧 那是 啊对 那 那其实马华这方面有没有跟行动党有什么合作呢 嗯 其实马华在跟行动党这一方面呢 在行动党呃 那所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属于一个想讲有一种递对的方式啊 嗯 因为党派那当时我们在说所谓的那个争取一些党利益方面 争取一些地方的那个所走一席方面 那很直接的是一个对立的 嗯 一个对立的 嗯 那在支配方面呢 今天在行动党今天做了一个对立的 两届的那个那个议员 那 如果说他有来配合我 那倒无所谓 那这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我们属于一个敌对党 那他当时在对 就是说我们讲说在敌对的时候啊 那是有支配的方式吗 我觉得我倒没有觉得咯 然后在地方性的所谓的行动党的那个流秀啊 那是不是在地方上有一定的那个协助 属于我看得到的 嗯 是没有 嗯 嗯 那在我们所谓马娃这一边我们也不是最好 嗯 我们也不是最好 但是我们是一直在做的 嗯 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是民众有一些什么样的的需求和要求 更多的是找到就是村委会呢 还是找到这个 对 就还是找到民主兴动党州议员这方面 是 所以当下我在担任这个村长的时候 我想我可以这个行程我可以发表出来 那就是我们这一边的那个投票率 真的是属于说在行动党那一边支持率是有九成的那个比例嘛 嗯 那还好我就说我当了村长 嗯 十个里面就只有一个会找我 嗯 因为九个都是支持反对党 但是我们会做 我会再担任马娃的村长是因为我们在坚国性的这个执政党还是属于国政 嗯 所以很伪奇的做所谓的一个类似一个末代皇帝的一些做法 就是我在担任这个村长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 呃所谓阿Q的一些想法 嗯 其实这里面呢只有一个会找我 那我会做的比较轻松一点 嗯 哈哈 那但是在处理问题上呢 我还是需要去处理的 不管是谁找我 我还是需要去处理和教育 那我这一关呢 我 从我开始 呃在相伟委的委员开始呢 我就是以教育性的方式 嗯 教育在我们的这个地方新的地方的人民呢 要如何去跟这一些部门政府部门交流 嗯 跟投诉 嗯 我的那个整个方向呢就是要求 村民 如何去做投诉 就好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呃 呃路灯路灯路灯的问题 嗯 因为村委会这些路灯大多数都是属于村委会 向跟协助申请的 那申请了之后那些路灯全部亮了 那有一天那些路灯没亮了 那又回到村委会来协助 所有的我们讲路灯的一些投诉呢 在每一支路灯他都有列上投诉的号码 嗯 所以我就会教导这一些呃我们的我们说地方新的 人民呢那你们就打这一个号码直接投诉 嗯 所以有很多的那个村民呢都跟着这样的方式 所以他们学习了很多 嗯 他们学习了很多 有做的学习了很多 所以一些呃比较能力不强的一些村民 我绝对协助 嗯 所以我们在村委会的结设呢 其实我们是协助一些在能力上比较低微的人 我们一定协助 嗯 那如果那一些呃属于说比较挑剔的 也有挑剔的 我们讲挑剔的也是有 那他就是不做 他你村长你一定要做 嗯 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在呃我们也属于一个村委会呢 那我们还是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是要照顾人民的 嗯嗯 那有那刚才听您说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是十个人当中有一个是找您的 有九个就是找就是助议员的 啊有没有找我就不知道了 那那那反正有十个是吗 哈哈哈哈 十个当中一个找您那就是九个就是找我找那那应该就是周议员的事了 这个是我带个人啊所谓的一个啊的一些讲法 嗯嗯嗯事那叫您 spatial的 嗯嗯嗯否认 嗯嗯民呃是你 1978 對呀剛剛那就您所了解 surface except ha嗯嗯嗯 你们去的国会议员是属于行动党的? 对,那这一期如果是我们讲一些地方性的投诉, 国会议员那有时候会来亮亮相,那会有。 那他们来亮相的呢,当然我们讲这些属于, 有一些是属于村委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那可能他们也协助了。 我不可否认说他们在哪方面有做, 但是如果是一个国会议员所要做的一个决策方面呢, 他们要做的是属于一个中央的一些大型的, 大型的一些可能问题, 所谓我们这一边大型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垃圾场。 我们的这个这一边的大型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垃圾场的问题, 在两届前的那个国州议席, 行动党已经拿了两届, 那这一个行动, 这一个垃圾场呢, 它还是保留在这一边。 对啊, 然后当然前不久我有听到我们这一期的州议员, 也就是巫统的, 然后他们他也说在这一方面, 他们也已经迎刃而解了, 已经解决了这个所谓的内部问题。 那后期在行动党已经拿了两届的那个州议, 那他在这一环垃圾场的这个问题方面, 那是不是有一支长期的发表呢, 我们身为地区性的, 我们没有看到咯, 然后只是我们知道说在大选前, 他们会从这一个课题一直在那里逃咯。 什么叫逃? 逃, 就是说把那个课题, 吵起来之后他们的得票率就比较高。 因为我们没有执政, 他们当他们已经拿了国会议席之后, 拿了之后, 得到了之后, 他们在这个课题就稍微就禁掉了。 所以他们在这一个课题, 他们可以争取他们的票。 但是他们这个课题争取了票之后, 拿到国会议席之后, 国会议席之后, 那他在这个课题方面有协助到吗? 没有。 这方面的声音, 等一下我们就是线上也会连线到这个民主行动党这方面的这个州议员于渡华先生。 国会议员。 他是国会议员, 是国会议员。 错了。 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联系到他, 他也会向他就传达你的声音, 这方面的声音看看目前为止, 这个事情解决没解决, 解决的进程是怎样的, 有怎样的一个看法。 那么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满华这方面, 这个勾取的事情, 然后这个广场, 就基础建设方面的一些事情, 还做的, 就是还是蛮有效率的。 然后我, 所以在此我们也是, 就是刘丹丹也是一个沟通嘛, 然后需要, 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为当地的民众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社区服务, 来做的这方面的一个节目。 在我这一方面, 当然我们说不排除在反对党, 在国家的一个结设, 反正相当重要。 那只是说, 我要强调的, 就是我们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那我们是为了反对了之后, 我们要真正去做事。 所以在我这一边的结设, 就是我们说在行动党这一方面, 他这八年里面, 在这两届里面, 他做到什么? 因为他们所要做的是一个大课题, 所中央的, 所以也不可以讲说, 因为他没有执政党, 所以他这个垃圾场还是保留在那一边。 所以当他争取到国会议员, 国会议题的时候, 他们所在谈下去的, 就是他们没有执政, 所以他们争取不到这个垃圾场, 能够移到那一个其他地区。 所以我们变成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 并不是这样的讲法, 因为在国会里面, 我如果说今天我做一个小孩子, 在那边替, 在那边闹的话, 闹久我一定能够得到某样东西了。 这个如果这个孩子是后娘养的, 估计也闹不到。 亲娘养的应该可以, 差不多。 我们今天在所谓的这个, 你新人提议一次不可以, 十次不可以, 那你说在反对党的国会议席, 你这一方面你的决策做了多少, 你的那个辩驳力有多高, 你的辩驳力有多高, 你的得效力有多高。 嗯, 是。 如果完全没有辩驳力, 那做来干嘛。 嗯, 好吗, 找另外一个人先吧。 好, 等一下我们会去做一下沟通。 谢谢您今天与我们的这段分享,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